随着几打州 确诊病例持续攀升 不少医院都被征收 作为COVID-19的专则医院 因此许多孕妇 只好转院做例行产检 这也使得部分地区医院 面临检查器材不足的情况 避免接触到COVID-19的风险 所以现在有增加个机器 还有他自己的寿命 是有两家 但是其实时常工作 就只有那一家 因为另外一家 一直要送去维修 比较担心就突然间 除了为孕妇送来产检器材 志工也关心其他患者的需求 心电涂移就是其中之一 而在戈打丁仪 政府医院也是医疗量能告急 当地志工慕愛使命逼达 每一份愛心援助 都是對前線醫護和病患 最深切的關懷 大家新聞 馬來西亞綜合報導